教育部体育署自105年起实施运动爱台湾计划至今 为促进全民运动风气 嘉义市政府开设土峰5体验班 中东5道体验班等多样化课程 然而面对疫情的来袭 如何在运动与防疫之间做掌控是一大课题 我们其实也是配合市政府的规定 我们把大型的有些500人以上的室外活动 全部往后延 延后到6月份以后 利用文化公园的地方 但是我们把它都是规定在30人以下 这个部分我们想 第一个是因为在户外的关系 第二个是人数并不是没有达到那么多 运动之工的话 因为运动之工它会牵涉到下半年度的 他们出来服务的时数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是没有把它给延后的 疫情来势汹汹对于运动计划的推行也产生影响 防疫与运动界限该如何拿捏 日常生活若是缺少运动很容易引发慢性疾病的产生 疫情当前只要懂得运动防疫观念 不但保护自己也可以继续维持运动的好习惯 其实运动跟免疫力好像一个微效曲线 那反而是微效曲线 刚好四度运动就中强度运动的 对免疫力是最好 运动戴口罩效果不好有两个 一个就是会试掉 第二个你在喘气的时候 大量空气其实不是从这个正面 经过这个滤网进出 而是从两边 那也达不到口罩效果 除非你去公园跑步啊 或者你在田径场上跑圈圈啊 或者你去骑乔车 你发觉你隔壁都是人 那就免为一下还是带一下啦 虽然保护力会降低但是还是有效啦 疫情持续延烧 我们应养成运动的良好习惯 增强自身保护力 来对抗新冠肺炎的持久战 中正一报 吴思禅 田中立树 嘉义市报导 三流